图文广告价格联盟这是一场革命 各地已经开始有不少负责人了 建立了本地区价格联盟群 如果在本地需要加入价格联盟可以联系他们 点击各地区负责人找到联系方式 还没有地区负责人的 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推动价格联盟 这是一场革命 谁也抵制不了任何人低价 但我可以选择不做低价 微博的利益还需要用生命去换 真是悲哀 人类命如蝼蚁 为何不善待自己 我不再为价格报高而傲了 我不愿再做行业的滥价蝗虫 我不会吃自私的想多赚那一点点钱 我为我没有滥价而自豪 我为下一个同行能借一个不错的价格而欢欣 这也算善举一箭吧 人性贪婪 多低价格都不会感激 人心叵测 多好的服务都不会满足 可人无完人 怎能不会犯错 有时候是心情不好 有时候是添翼 错误铸成 无法弥补 前面一切的努力皆归于尘土 我愿意服务我的有缘人 我们共走一段人生路 我将充满感激 不论你现在是老板还员工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改善整个行业的现状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整治这个行业的生态环境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明天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更好的爱我们爱着的那些人 也许 我的选择是孤独的 但是 坚持是坚定的 好一个女子 写于 2017年6月12日 上面这首现代诗是武汉一位女士写的 写于昨晚 总体上阐述的是自己对正常价位的坚持 她坚持了十几年了 生意还不错 昨天再以不到400的材料成本 接到了一个5500的单 这个图文单在很多大店 估计报价不会超过1000 但是她却以5500元的价格接下来了 这不是奇迹 这是努力的结果 她的价格普遍黑白在两毛以上 这是十几年的坚持 从未做过低价 生意也越做越好 今天我想借这位女士的例子 谈一谈客户应该怎么培养 很多人会很奇怪 我们一直都强调培养员工 培养自己 第一回听说还要培养客户 其实培养客户的理念一点不新 这个一直包括在品牌认同里面 比如说8小米手机和苹果手机的成本 只相差20美金 而苹果手机的售价是小米手机的近一倍 人们可以接受苹果手机那么贵 却不能接受小米卖那么贵 这不仅仅是品牌 更重要的是苹果长期对自己客户群体的价值认同和价值灌输 这就是培养自己的客户 苹果走到今天并不是侥幸 而是一直培养自己的客户 同样那位小女子也是如此 用十几年的时间培养自己的客户群 才有了今天的收获 在中间确实会走掉很多客户 但是留下的客户却都可以接受这样的价格 再加上时间的积累 就可以做到小制作大收益 她收获了一批价值认同的客户 而不是价格认同的客户 其实你也可以如此 只不过太多的人 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收获了一大堆价格客户 不管你报出什么价格 你的客户都会觉得你报高了 因为你在培养你的客户过程中 你的招数永远只有一个 就是不断降价 而这样的培养 让你的客户产生游幸 不管你报什么价格 你的客户都觉得你可以继续降价 直到你的所有利润被剥夺 不同的培养方式 获得不同的客户群 价格联盟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场革命 一场颠覆行业的革命 我们要从价格认同 转变为价值认同 只有这样 在未来我们才能生存下去 客户需要培养 你想收获什么样的客户 就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培养他们 当你不断靠价格战 来吸引客户 那么你永远无法体会 什么叫做高收益 你能体会到的就是累 现在已经有68位发起人了 完成了第一个小目标 如果你也有意向 可以选择加入我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事情 对所有的从业者 都是好处多多 希望大家不要吝啬支持 我的微信 Wiz198966 我的邮箱2903-298-180 和QQ.com 欢迎加入我们 支持图文广告行业价格联盟 点赞 关注